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和大家分享两磅苦瓜的做法 记住两个小窍门 做出来的苦瓜清脆爽口 一点都不苦 做法特别简单 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准备洗净的苦瓜 对半切开 用勺子瓜去刮染 再把苦瓜里头的瓜染去掉 尤其是内层的白膜 一定要去除干净 这也是苦瓜做出来不苦的关键之一 瓜染清理干净后 再切成小薄片 切好后放入盆中 加入盐 搅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这是苦瓜不苦的第二个关键点 煎过腌制的苦瓜 口味更会减弱 接下来时间 把洗净的小红椒切成小圈 蒜拍扁切碎 放入碗中 锅中油热后 放入花椒爆香 爆香后捞出花椒粒 将热油淋入碗中 加入米醋 香油 生抽 盐 鸡鸡 少量白糖提味 现在苦瓜也腌好了 里面撒出很多的水分 接下来锅中水开后 倒入适量食用油 再倒入腌好的黄瓜焯水 这样苦瓜焯水 颜色会更加脆绿鲜亮 一分钟后捞出过冷水 沥干水分后 放入盆中 再倒入调后的料汁 搅拌均匀 最后再装入盘中 好了 一盘清热解熟 爽口开胃的凉拌苦瓜 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苦瓜清脆爽口 一点苦味也没有 做法简单 还一点也不油腻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 在家也试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